第1257集 方平沉默片刻 缓缓道 雷王前辈和镇天王不和 这一点之前有过体现 大战之时 诸神天堂有一位决颠背叛 斩杀了一位人类决颠 当时李主曾和雷王对话 不过雷王并未出手 镇天王也说 雷王不会背叛 他相信镇天王前辈 既然如此 那只是私怨 便谈不上背叛一说 此话一出 肖战顿时松了口气 解释道 我家老祖和镇天王不和 其实也就是近些年的事 两人不和大家皆知 李老祖是强 也是我人类的顶梁柱 可肖战作为肖家的人 也不敢评判我家老祖对与错 可据我所知 此事未必就是我家老祖有错 我家老祖曾说过 镇天王做事不考虑后果 有些事错了 就是错了 偏偏还要执意做下去 当日李老祖并未反驳 所以肖战觉得 此事 他说着 李家老者则是皱眉道 肖战 老祖有老祖的考虑 此事也只有两位老祖知道详情 你现在说这些 岂不是有分离我人类强者之意 我没这意思 肖战脸色肃穆道 可大家都在说 我老祖不顾大局 隐瞒实力 背叛人类 不敢和苏老祖一般为人类牺牲 可我肖家这些年来 一直征战在最前沿 老祖更是几次和底窟决颠交战 有些事我必须要说 两人对话 方平则是多了几分思量 雷王在当日并未背叛人类 只是说他和镇天王有私怨 两人到底有何私怨 当年既然能一起建立镇兴城 肖家老祖好像也没失忆 那代表关系还是不错的 那现在为何翻脸 方平眼神闪烁了一下 笑道 两位老祖不和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很早之前就不和 不过大概三十年前两位老祖吵过一次 从那以后 方平微微点头 笑道 诸位不必再争 雷王和镇天王的事 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便好 李家肖家都是我人类功勋之家 这点没人会否认 所以叛徒一说也不必再提 另外 剑王前辈几人赴死 那是人类之伤 人类会铭记 但是也无需迁怒他人 诸位前辈还要告急后辈 不可因此伤了和气 镇兴城同气联居 相处三百余年 能屹立不倒 就在与和气团结 方平说到这儿 众人也不再说这事了 此刻方平也到了议事大厅门前 看下那些雕塑 轻声道 这次方平来镇兴城 主要是为了万元殿 当然并非取走 而是查看一些东西 若是这里还有绝颠在 方平那就直接搬走了 绝颠不在 他得客气点 免得让人误会 他这时候仗势欺人 强夺宝物 造成镇兴城人心惶惶 正说着 戒笔微微颤抖了一下 很快 有人进入了振兴城 远处苏浩然和几人迅速赶来 隔着老远 苏浩然就笑道 方平 啊 错了 得叫人亡了 人亡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啊 前辈客气了 方平微微拱手 笑了笑 视线没有落在苏浩然身上 而是落在了蒋浩身上 笑道 蒋兄了不起啊 这才多久 居然晋级八品五段了 看来六段不远了 九品在即 振兴城这边 蒋兄看来会成为这一代 第一位晋级九品的强者 蒋浩依旧和昔日那般风流倜傥 腰配长剑 面带笑容如沐春风 他一直都是如此 哪怕杀人也是如此 此刻 听闻方平如此说 蒋浩轻笑道 纵然九品 和方兄也是相距甚远 如此大争之事 不入决颠 终为楼翼 他说着 苏浩然笑道 蒋浩如今也是后继薄发 我看九品快了 决颠也并非美系 看来蒋家 也许很快能出现第二位决颠境 苏浩然对蒋浩相当满意 其实心里还有点想法 孙女苏子素 要不要和蒋浩凑一顿 不过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宁愿孙女和蒋超凑一顿 自家孙女他也担心得很 蒋超还好 怕死 虽然被人鄙视 可好歹不用让人提心吊胆 蒋浩虽强 可蒋浩有变态之称 杀起人来也是如沐春风 让人甚得慌 而且近期不断和强者交战 指不定哪天就死在了地窟 倒是蒋超更靠谱一些 苏浩然夸赞了一句 又道 之前北方镇首府这边 想让蒋浩出任镇首府副使 蒋浩非说自己不到酒品不愿去 方平 啊 任王 你看此事能否伤缺一耳 北方镇首府 北方镇首府的镇首使 沈浩天前辈如今进了天坟 沈家家主沈明威这次受伤不轻 听闻北方镇首府现在也是有些混乱 镇首军无人统侠 让蒋浩去 是要统领北方镇首军 东北两大镇首府 镇兴城的人不少 一般情况下 副镇首都是镇兴城的人在担任 张涛他们也不管这些 两大镇首府建立之初 就是为了让镇兴城这边的人出山 李家的人主要是去军部 其他几家的人要出山 大部分都是去两大镇首府 如今镇兴城老辈各有任务 蒋浩又是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他去担任北方镇首府的副镇首使 统领镇首军 还是有这个能力和资格的 蒋浩此刻也插话道 不到九品 蒋浩可不觉得自己可以胜任副镇首一职 蒋浩年轻 习惯了单独行动 苏浩然笑道 这倒无妨 年轻 现在就是年轻人的时代了 绝望我们这些老东西突飞猛进吗 还是你们更有潜力 苏浩然还是大力支持他去的 蒋浩最近表现得极为优秀 大家看在眼里 还是相当欣慰的 虽说镇兴城现在和人类一体 可镇兴城这边还是希望 两大镇首府能掌控在镇兴城手中 东方镇首府那边 陈七现在担任代理镇首室 陈七之前在天部任职 算是方平的部下 现在东方镇首府 可能已经算是被天部纳入麾下 再丢了北方镇首府 这些镇兴城老人也不愿意 老一辈的去担任副镇首 意思太明显了 年轻一辈倒是要好一些 两人说这话 方平却是笑而不语 继续看着雕塑 等两人说了一阵 这才笑道 等北方镇首府的决意下来 再报被私不私府商讨吧 有些事我倒是可以决定 不过流程还是要走的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点头 方平这么说 事情算是妥了 方平又淡笑道 沈家主受伤不清 到现在还未痊愈 蒋兄突破到了九品 我看沈家主有意让蒋兄 担任北方镇首室 蒋兄怎么考虑 这事蒋号哪有什么考虑 何况我突破九品 还不知道何年何月 是吗 应该快了 长则三月 短则一月 蒋兄就不要在我面前谦虚了 此话一出 蒋超意外道 这么快 方平 你没看错吧 变态居然要突破九品了 这才几天呢 去地坟的时候 兄弟俩一起进入的八品好不好 他才八品一段 变态就要九品了 方平笑着点头 蒋号确实挑眉 意外道 这个我自己都不清楚 方兄这是 我看人很准的 方平笑了一声 又道 去外人店看看吧 看完了我还有事 要马上去处理 大家不用太客气 苏昊然文言也不再说什么 很快一马当先 带着众人往万元店 所在的峡谷走去 而此刻 方平则是和蒋浩说道 蒋兄担任北方复镇首 得去魔都述职 刚好 我有点东西要送给蒋兄 过几日 我在魔都等蒋兄 好 那倒是有些期待 方兄送的礼物了 方平笑了笑 不再言语 万元店所在的山谷 已经到了 万元店依旧矗立在原地 方平站在门前 想到第一次来到这儿 想要带走此物的心思 不止他 那时候老张也是这心思 姚承军的 那就是武大的 武大的 那就是他张涛的 当日老张可是强盗言论十足 当然 方平也不遑多让 万元店中 那些殿堂 一些已经空荡 一些还有本源保留 方平和众人一起入内 一边走着 方平一边说道 复生武者 一部分恐怕复生失败了 一部分已经复生 被送到了介域之地 这一次死伤不少 一部分现在走出了振兴城 进入了各地征战 我现在有些好奇 当年魔地那么强大 为何要征召这些七八品武者参战 一起杀入底库 众人不解 方平现在说这些有何意义呢 方平边走边道 魔地说要拯救人间 不让人间末法 而实际上 因为他带走了这些高品武者 让人间武道断层 若不是振兴城三百年前建立 也许今日的地球 真的就武道断层了 所以魔地说拯救末法时代 非但没有成功 反而是雪上加霜 就是他那么强 非要带着这些人去送死 其心可诛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想坑杀了这些人 让地球灭武 方平笑了笑 继续往前走 边走边到 前面三座宫殿 是魔地自留 三座大殿 是一座是他的 还是三座都是他的 大殿里面到底放着什么 他没死 我也不觉得他会将本源留下 那这三座大殿 到底藏着什么呢 众人都是摇头 苏浩然无奈道 这个谁知道 连李老左都不曾窥探到虚实 那倒未必 方平淡淡道 镇天王是何等的强者 这万元殿 只是灭天帝当年的一处 安排子弟闭关之所 镇天王如此强大 未必真的一无所知 也许他比谁都知道 这三座大殿到底安放着什么 众人再次奇怪地看着他 方平今日来这儿 难道就是为了这三座大殿而来 很快 众人走到了三座大殿前 其中一座有碑文 紫盖山企图 败军之将 逃亡之兵 方平看着碑文轻笑道 这是摩帝的手臂吗 我为何觉得 这是摩帝破罐子破摔 对自己已经绝望 觉得摩帝的身份已经不足以让他重拾信心 这是在安葬自己 什么 蒋超疑惑道 什么意思 他在安葬摩帝 安葬莫问贱 方平淡淡道 这也是给摩帝盖棺定论 就是个失败者 哪怕他很强 哪怕他强得可怕 可他还是败军之将 失败者 所以这一次他安葬了自己 于是 有了帝坟 千年前的摩帝已经死了 千年来 有人自认自己是摩帝吗 没有 他早就在千年前把自己安葬了 葬在了这儿 葬在了帝坟 从那以后 这世间就没有摩帝了 神奥 听不懂 蒋超郁闷 啥意思 方平看向三座大殿 难难道 葬自己 那能葬什么 自己的肉身吗 一座大殿葬肉身 一座大殿葬过去 一座大殿葬什么 葬人间 葬三界 方平难难 恐怕就是如此吧 之前王战之地的一战爆发 摩帝现身 肉身就是从这儿出去的吧 众人脸色陡然变了 什么意思 方平蹲下身体 轻轻抚摸着地面 默默闭眼感应了一番 此地前期十日 好像站着人呢 谁在这儿呢 方平回头看向众人 很快起身道 摩帝也许一直就在我们身边 或者说摩帝死了 一直在我们身边的 是新的莫文剑 方平看向三座大殿 笑道 我现在轰破一座 你们猜 里面有东西吗 江超意外道 你能打破 我家老祖都不行 一旦打破了 很容易导致 整个万元殿都会破碎的 我当然能 现在不能 很快也行 方平笑道 镇天王能 战王未必呢 可具备地级实力 应该可以做到的 换言之 萧家老祖雷王前辈 也许也能 雷王实力近乎地级 这是很久之前就有的战力 不像战王 那是后期才具备的 要不要打开呢 方平难难 打开了一座空殿 有何意义呢 你到底想做什么 葬送这三界 还是葬送了自己重新开始 方平笑了一声 很快摇头 啊 罢了 不打开了 摩地 摩地早就死了 蒋超众人稀里糊涂的 今日的方平说话 神神叨叨的 都有些听不懂了 方平转身离去 边走边到 不要伤害我的人 否则 趁着这时候 我未必没机会灭杀你的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身后 一座大殿颤动了一下 下一刻 一道虚影呈现 方平也不回头道 装神弄鬼 丢了你摩地的面子 当然 摩地都死了 也没面子可言 此刻 苏昊然一群人 都是紧张万分 身后 虚影缓缓笑道 方平 人王 好谋算 天分之士 你的主意 还是武王的 你在向我证明什么 方平笑道 证明你其实已经走出了天分 证明你就在我身边 还是证明你实力强大到了 你哪怕不在这一界 你的精神力依旧可以投影 你曾和老王说过 复生后的占天地 也许可以和你一战 你是真的不知道四弟之名 还是喜欢吹牛皮啊 你到底什么实力呢 还有 你在忌惮什么 你又想做什么 不介意的话 说说如何 什么都不曾想 是吗 方平淡笑道 其实我知道 你为何要葬送自己 因为你一直想报复的 其实只有你自己 你为何而疯狂 我知道 你想葬送三界 重造三界 复活你的爱人吗 你以为如此 你就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你在逃避罢了 你割裂了和所有人的关系 你放弃了苍猫 放弃了你师父 放弃了你的宗派 放弃了那些 跟随你的夭直仆从 放弃了一切 你还想放弃整个三界 让三界为你而重新开始 你不觉得很自私吗